全堂诗卷574100 寻吟者不欲 甲岛 松下笨童子 言诗采要去 只在此山中 云身不知处 全堂诗卷574100 寻吟者不欲 甲岛 松下笨童子 言诗采要去 只在此山中 云身不知处 苍松下 我询问了年少的学童 他说师父已经采要去了山中 他还对我说 就在这座大山里 和山中云雾缭绕 不知道他行踪 此师是中堂时期 僧氏 师僧甲岛到山中 寻访一位隐者 未能遇到 有感而作 隐者不祥和人 有人认为是甲岛的山友 长孙霞 此师的具体创作时间 难以考证 只在此山中 云身不知处 甲岛 自浪仙 唐代诗人 汉族 唐朝河北到幽州 泛阳县人 早年出家为僧 号五本 字号 结石山人 据说在洛阳的时候 后阴当时有 禁令禁止和尚 午后外出 侠道 作诗发牢骚 被韩裕发现其才华 后受教于韩裕 并还俗参加科举 但雷举不中地 唐文宗的时候被排挤 点作长江主部 唐武宗 汇昌年出 由浦州司仓 参军改任私户 被任并逝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